注意看,这头强壮脚马后腿不小心被阴险的尼罗厄咬住,但是脚马猛的一使劲就挣脱了开来,搞得其他年轻脚马也跃跃欲试,可当他们这些后辈真的面对上尼罗厄的时候,才发现还是自己太年轻了。 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圈三连求个关注,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晴朗的天气里,脚马们正准备横跨宽广马拉河去往对岸。 这群脚马数量不小,约有10到20头,他们每年六七月份都会往返于河流分割的两地,目的是为了取食鲜嫩的心生植被。 这支渡河队伍由经验丰富的强壮公脚马带队,但是这一次,前方等待他们的是极其凶残的尼罗厄。 作为体重可达225到1000千克,体长2到6米,从两亿年前存活至今的古老爬行生物。 成年尼罗厄是可以捕捉大型哺乳动物作为食物的。 就在脚马们争先恐后朝着河对岸冲去的时候,尼罗厄也没闲着。 三四条体型硕大的尼罗厄游到脚马必经之路上,脚马看到鳄鱼那露出来坑坑洼洼的大脑袋,就感觉浑身不自在。 一头成年脚马看来是过于急切地想逃离这个地方,但是事与愿违,他在经过一条尼罗厄的时候反而被幸运相中。 因为尼罗厄对于水里情况变化很敏感,一旦察觉有惊慌的猎物经过,就会发动进攻。 好在脚马也只是被咬出了后腿,这种时候,平均约两百千克的体型就帮了脚马的大忙。 脚马奔跑速度达到八十到八十八公里每小时,可想而知脚马的肌肉力量也足够强劲。 在被脚马猛踹了几下之后,尼罗厄也不得不放弃倒嘴的美味,因为如果再不松口的话,尼罗厄满嘴的大牙都要被凶残的脚马全部踢断掉了。 然而,尼罗厄的字典里可没有放弃的说法,当脚马群选择了错误的登陆地点之后,尼罗厄的机会就来了。 眼下,脚马们一窝蜂地冲向陡峭的岩壁,打头阵的脚马除了脚趾头被咬掉一点以外顺利通关。 可另外一头脚马就很倒霉,不知道他咋想的,竟然鬼使神差地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的怀抱里。 成年尼罗厄咬合力高达五千磅左右,十分地恐怖。 体型较小的脚马被尼罗厄血喷大口咬住后,整个身子都快被拖进水里。 鳄鱼在水下能憋起一到两小时,足够拖死年轻野牛了。 此时此刻,无论脚马内心如何惊恐,等待他的也只有绝望的死亡了。 趁着狮群正在睡午觉的时候,一头大公象却悄咪咪地走了过来。 炎热的晌午,狮子们都躲进树荫下乘凉歇息。 这个庞大的狮群由两位雄狮统治,除了数量九到二十只的母狮主力军, 狮群里还诞生了四只狮子幼崽,两头雄狮体长2.4到3.6米,体重在200到260千克。 加上母狮的协助,基本在草原上可以横着走。 因此很难想象狮粒如此雄厚的狮群竟然也会有吃别的时候。 狮子们正睡得香甜,危机却悄然而至。 在画面左侧,突然出现的是一头大公象的身影。 这是非洲草原象,体重5.5到8吨,体长6到7.5米,肩高3到4米。 作为世界最大陆地生物,哪怕是从雄狮的视角里看去,也能感受到极其恐怖的压迫感。 好在雄狮没有睡太死,它在察觉到危险的一瞬间就开始有所动作。 在野生环境下,动物们感知危险的能力都异常敏锐,更别提视觉、听觉、嗅觉都很发达的狮子。 就在狮群都陆陆续续被迫搬家后,雄狮却又走了两步后又躺在地上,估计是觉得自己跑太快很丢面子。 可随着大公象整个身体填充进画面里的那一刻,面对悬殊的体型差距,瘦小的雄狮也只能狼狈离开。 毕竟跟面子比起来还是小命更重要些。 不过既然惹不起大公象,那么去找野水牛的麻烦也不错。 母狮正在紧紧跟随野牛,母狮不停地挑逗野牛,刺激对方攻击自己。 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,一旦野牛脱离同伴去追母狮的话,埋伏在草丛里的几只母狮就会立刻包围落单野牛,到时候野牛就会很危险了。 好在野牛也不傻,面对母狮挑衅,他选择呼唤同伴过来帮忙。 最终母狮没法在野牛手里占到便宜,只能幸幸然离去。 值得一提的是,确实发生过狮群集体猎杀大象的情况,但那都是狮群食物短缺的时候,才会去冒险猎杀老弱病残的大象个体。 这也是大公象不喜欢狮子的原因,毕竟大象可是出了名的好记性。 那么,大家觉得从狮群面对野牛还有大象的表现来看,这三者到底谁强谁弱呢? 欢迎随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